iPhone桌面的App 虽然不能自定排列的方式 但是我们今天来跟大家介绍一款App 利用新增小工具还有书签的方式 可以让你把App 排列到你想要的位置 大家好 我是苹果妹 在过去许多影片里面我都曾经展示过 就是我把App 放在桌面中间的样子 那就有非常多观众问我说我是怎么做到的 所以今天就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款App 它的原理是新增跟桌布一样的小工具或者是书签 让你的App 看起来好像是置中 就是现在大家看到这边没有东西对不对 其实在这边是有隐藏一个小工具 然后这边有隐藏四个书签的 然后这边又有另外一个小工具 然后这个小工具还有书签 你都可以帮大家新增一些功能 就是你点进去可以跳到网页 或者是可以执行一些捷径 那我们现在先来下载这一款App 这款App 虽然现在桌面上没有名称 但是它的名字叫做YGIT 我们先打开App Store 在App Store的搜寻栏里面 我们打上YIDGET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款黄色的App 然后我们去下载 那它是免费的 下载完之后先不要急着打开它 我们要做一个前置作业 就是我们要先回到桌面上 回到桌面这边 我们要先帮空白的桌布拍一张截图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原因是因为iPhone会自动加深你桌布的颜色 那如果我们直接用原本的桌布 去制作小工具的话呢 就会有颜色的落差 所以我们先来拍一张截图 首先呢 先点空白处让它进入抖动模式 接着往左滑 进入空白的页面之后呢 我们在这边拍一张截图 拍完截图之后呢 我们进到这个App里面 进到App里面呢 下面有一个按钮叫做制作 点这个制作 然后我们就去选刚才的那一张截图 应该左上角这一张就是刚才的截图了 就选这一张 然后呢你也不用去放大或缩小 你就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下载键就可以了 然后接着按保存 保存完毕之后呢 我们回到桌面 那回到桌面之后呢 你可以先想一下 你的App要怎样排列 那在空白的地方呢 你就要去新增小工具或者是书签 那首先我们先来新增小工具 那大家可以看到上面这边呢 其实是有一个中的小工具 下面也有一个中等的小工具 那要新增的话呢就是长按空白处 进入抖动模式之后呢 按一下左上角的加号 这边有一个加号点下去 然后我们往下滑 滑到App这边呢 你会看到这个 在这边点这个标志 点下去之后呢 它会让你选小中大的尺寸 那一样呢 就是看你的App想要怎样排列 例如说如果你今天想要把App 都排在右边或左边的话呢 你就可以新增小的这个小工具 那像我今天这个App 想要排列在中间的话呢 我就要去新增上下两个中等的小工具 所以这边我就按一下下面的加入小工具 然后我要新增两个 所以我就再按一次加号 然后再新增一次 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它加进来的小工具 它的图片都长得一模一样 然后在抖动模式下呢 你就去按这个小工具 然后它就会出现这边有一个位置 有没有 在位置的部分呢 你要把它调到下方 点进去之后呢 按这边有一个下方 这样子的话呢 其中一个小工具 就会变成下方的图片 那现在呢 大家看到的是还没有排列好的样子 等一下我们连书签 新增完之后 我们再一起排列 然后现在呢 大家看到我这边呢 其实有四个书签 那要新增这四个书签呢 我们必须要有封面图片 那这个封面图片 一样就是到这一款App里面去下载 回到App里面之后呢 你去看到最新的这一格 它的右下角有三个点点点下去 然后呢 我们去找到一个选项 叫做保存裁切过的图片 然后呢 它就会出现这个 让你下载图片的画面 那现在呢 我们往下滑 滑到最下面 你就看到这边有非常多小格子 然后你就去选 你想要下载的图片 那我刚才至终的方式呢 我必须要下载这四格 这四格我要下载 所以我就按照顺序 选这四格 选完之后呢 按一下右下角的下载键 在这里选这个下载键 它就会保存到你的相簿了 按这个保存 那保存完毕之后呢 我们要来新增书签 那新增书签的方式呢 就要到捷径这一款App里面 点进去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的加号 接着按一下右边这个控制器的按钮 在这边控制器的按钮 然后这边有一个加入主画面 有没有 点进去 然后你就会看到这边有写一个新捷径 有没有 你按一下右边的这个叉叉把它删掉 这里 然后呢在这个图示的部分 你的颜色可能不太一样 我们点进去 然后就看到下面有一个选择照片的选项 点进去 然后呢进到这个选择图片的地方 你就去按最新的那四张照片 就是你刚才下载了几张照片 这边就要去按那几张照片 那如果你有四张的话呢 你就要分四次来新增这个书签 那现在我们先选第一张照片 然后按一下右下角的这个选择 然后按一下右上角加入 然后它就会跳回主画面啊 然后你的新增的书签就在这边 那我们现在呢再回到刚才的捷径里面 然后再按一次加入主画面 一样呢这边把它删掉 就是这个新捷径名称的部分 把它删掉 然后呢再新增一次 那这一次呢选择照片 我们要选择第二张照片 然后呢按右下角的选择 然后再按加入 右上角的加入 它又会跳回主画面 这个时候你看到 它就已经新增第二张这个书签了 所以这个动作总共要做四次 现在我是在第三次 然后现在呢四张图片都已经加入完成之后呢 我们要来排列我们的桌面 首先呢长按公白处 进入抖动模式 然后呢把刚才的书签 加到这个画面里面来 大家有看到这边我一次选了四张书签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就是在抖动模式下 你先把其中一个书签拖上来 让它进入漂浮的状态之后呢 我再去按其他的书签 这样它就会加进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滑到其他的页面 然后在这边把它放下来 然后接着呢 我们去把中等的这个小工具滑到下面来 然后我们再去排剩下的书签 然后这个时候就很像拼图 然后大家看到这张呢一定是左上角 所以我把它拖到左上角这边 然后接下来找这张 这张应该是这个 把它拖到右上 然后再来是这个 这样子就排列完成了 那排列的顺序呢 一定要从左上排到右下 因为这就是iPhone它预设APP的排列方式嘛 那如果你发现你新生的小工具 还有书签跟你的桌布有落差的话呢 请记得你在EJ里面用的那张照片 一定要是你截图的那张照片 就是我们刚才不是有进入抖动模式 然后滑到最后一页这边来截图嘛 你在EJ里面一定要用这张照片 去做那个小工具的封面 那如果你想要把你的APP 排列成不同的样子的话呢 你就去算一下你需要新增哪些空格 然后再去新增对应的小工具 还有书签 然后这些书签呢 其实你也可以让它点进去有其他东西 那这个部分呢 就要用到比较进阶的捷径了 例如说你点进去由APP打开啊 或者是你可以让它执行一些动作 这个部分呢 就要进到捷径里面去编写脚本了 那如果你对编写脚本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参考我频道里面其他捷径的教学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APP之中的教学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有新增成功 我知道这个方法有点突发炼钢啦 但是没有办法 我想说这样子就比较好看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啊 或者是有其他想要学的iPhone教学的话呢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哦 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苹果妹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 перв Mode